作词 曲 转 字幕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各位 各位来 明天大家晚安 晚安 今天很高兴可以用30到40分钟的时间 来跟各位介绍这个主题 我们刚刚教会有大概介绍过 我大概十年时间 做不通一些事情 這個是我的小小的經歷 各位參考就好 重點是今天我要談的主題 今天我要談主題分成是三個部分 一個是到底這個便利貼的方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方法 這樣的方法到底要怎麼樣子來運用 在運用過程中我有準備一點小小的道具 讓各位在講完之後可以馬上做一些練習 最後再來一個簡單的結論 在這之前的話我想先問一下各位一個問題 各位在平常準備演講的時候 你們準備演講的方式都會怎麼進行 來 手寫 用手寫 用手寫 寫竹字稿嗎 還是寫重點寫大綱 寫竹字稿 寫竹字稿 OK 還沒有其他有其他的看法 做吧 用心製圖法 用心製圖法 好 用電腦用心製圖法 那心製圖呢 羅馬拼音 不是 不是 至楊大綱從頭脫腦的理念 我 我 好厲害 天才 哈哈哈哈 在我參加Hosmasker大概十年的時間 我用過大概四種準備演講的方法 那剛剛各位所用過 除了心製圖 天才之外 我學不來之外 基本上各位用過的方法我都用過 我用過的是 用手寫的 然後寫竹字稿 或者是手寫的 支寫大綱跟重點 那另外呢 我也用電腦的做 電腦的話用過的寫竹字稿 不然的話就是用心製圖 把重要的關鍵字跟重點寫出來 但是我用完 利用過這些方法之後呢 其實我覺得這些方法各有優缺點 那到底有哪一些優缺點呢 其實我列到幾個點喔 第一個點就是 在竹字稿的部分的話 我會覺得如果我要去更改我的想法 要移動我的想法的話 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用手寫的話 各位如果有那個經驗的話 因為如果說我用手寫寫在紙上面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第一段 其實要農到第二段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你會比較跨來跨去 而且會非常亂 這個是我的一個經驗喔 就是要移動那個想法的時候是很困難的 那如果是寫大綱的話 跟關鍵字的話 就是演講掌握的細節度不夠 因為有些人呢 他的演講方式的習慣就是 希望竹字都可以寫下來 這樣子的話 他在演講的時候 比較不會走蹤 OK 那另外一部分的話 就是用握著來寫竹字稿 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會有個問題點就是說 我們打字速度通常跟不上想法的速度 所以有時候 我們想到一些好的點子呢 會往往會因為寫在握著上的關係 會遺漏掉 這是我覺得我會遇到的問題 那另外一部分的話 他在移動想法的時候呢 可能還是需要分筆複製 然後剪下貼上 也是要很多的步驟 那最後一個呢 用心字圖法的話 我覺得有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在一般我們在Postmaster講演講 七萬到七片好了 通常時間可能都是七到十分鐘 在短短的七到十分鐘之內呢 你用心字圖來準備你的演講 其實有點太大材小用了 因為七到十分鐘的演講 可能只有三個重點 三個重點 每個重點呢再講一個故事 所以你的心字圖畫的很簡單 只有六個點而已 這個其實比較不會用到 除非你的演講是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以上的 用心字圖會比較強大 OK 所以我都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可以綜合這些方法 然後看是不是有一個更好的方法呢 可以避免這些缺點 那後來呢我們就找到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運用便利貼 來準備演講 只要有兩種顏色的便利貼 加上圓子底 就可以準備演講 各位桌上呢都會有 基本上是一排 有一份這樣子的道具 待會我們會 以一排為單位來做個練習 那這個方法呢 就是用簡單的便利貼來準備演講 或是一般我們在做的簡報 這都是OK的 它使用的時機呢 是任何種類的演講 或者是時間較長的演講 會比較適合 那那好處的話 就會像剛才所說的 我克服了一些手寫的 逐字稿問題 或是用握著檔這樣子的問題 它可以想法比較不受限 可以讓我們自由自在的移動 我們的想法 然後呢它可以幫助我們去 節省一些準備演講的時間 尤其是當我們這個演講的時間 越長的時候 它那個節省的效果是越好的 那另外一部分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掌握 這個演講的整體的架構跟內容 好 那準備的方法跟流程呢 大概是這樣子的 第一個呢 我們先腦力激盪 針對我們今天要準備這個演講 先想 到底這個演講 我們到底要想一些什麼樣子的內容 那第二部分呢 我們再去做一些進一步的分類歸納 然後呢 再把這樣子的分類歸納 然後呢再重新組合成一個新的架構 我待會會記得一個跟副作說明 那組完成架構之後呢 我們會發現有一些小法魂是有遺漏的 所以我們就會透過一些補充論點的方式呢 在這個地方去做一些加強 然後到最後之後呢 再去做一些論詞跟轉化 也就是說把整片演講裡面的起層轉合 以及我這樣子一個便利貼 要把它變成一句完整的文字呢 還是要把它變成pound point 這個是我們最後一組要做的事情 OK 那為了要方便各位基因呢 我把這幾個步驟的關鍵字把它抓出來 當歸加通話 就是便利貼準備的方式的步驟 腦力基大 分類歸納 組織架構 補充論點 論事轉化 OK 所以大家聽完這三四十分鐘之後呢 只要記得當歸加通話 這樣就可以 好 接下來我們記得 第一度要做的事情就是腦力基大 待會我會給各位一個題目 大家就按照現在跟會講的流程呢 我們實際來做練習 第一個部分呢 我們先專注在我們要準備的講題上面 去想 欸真的這個題目 我到底有什麼樣子想講的 現在在腦袋裡先想一想 然後有這樣的想法之後呢 你把這個點子寫在便利貼上面 寫在這個便利貼上面 然後一個想法呢 就寫一張便利貼 寫完可能一個關鍵之後呢 就把一個便利貼撕下來 然後呢 在當下的時候呢 不要做任何的判斷 就是說 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寫完 寫完又一直貼 你可以把這樣的便利貼 貼在牆上 或是貼在桌子上 看你平常是怎麼去做準備 我一般都是貼在我們家的那個牆上 我之前貼的時候 我老婆就跟我講就是說 你不要亂貼 人家牆壁那個 黏太黏那個漆掉怎麼辦 我就說我先看貼兩三次太好 不會 不然我不要弄死 好 那貼完之後呢 再反而不進行一之一到一之五這個步驟 大概五到十分鐘左右 你針對這個主題的想法 大概就會有一個輪廓 OK 接著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會放在那個網路上 所以大家如果來個體操也沒關係 電子檔都會寄給大家 好 這一個呢 是我針對今天這個演講 這個主題所做的便利貼 不好意思 這個有點 這是我那個iPad 用iPad Muni iPad所拍的 就把 如何用便利貼準備這個演講的所有的講法 想到什麼 就貼 一直寫 一直貼 一直寫 一直貼 寫完之後呢 接下來的話 我先讓各位做練習 OK 來 我們要練習 跟著我做剛剛那個步驟 這個題目是這樣子的 最近又有人邀請你做演講 那演講的 邀請單位呢 他指定的題目是 我的快樂祕訣 那請你們運用剛剛所學的方法呢 來準備這一批演講 我現在呢 講一步 各位就做一步 所以各位要回到剛剛前面所提到的 來準備這個題目 我們現在呢 以一組為單位 來準備這個題目 OK 所以 現在的話就是 這些人呢 要準備一篇我的快樂祕訣 這邊也是準備一篇 這邊也是準備一篇 分三組 對 分三組 然後分一篇先用黃色的 想到什麼樣子的想法 就開始填 這個部分呢 我給各位五分鐘的時間 我們來想 如果 你想要快樂的話 你的祕訣是什麼 你也可以這個時候呢 分享給同組同學 的屬同學 OK 好 我回到上面一個步驟 給各位參考一下 所以各位的主題呢 是我的快樂祕訣 是我的快樂祕訣 好 那接下來各位要做的就是 針對這個快樂祕訣 你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把這個想法寫下來 寫完一張就再換另外一張 然後貼在負面上 大家可以把便利貼呢 集中在每一組的中間的地方 這是我們要做的第一步驟 對啊 大家就靠近一點的話 會寫比較快一點 快樂的祕訣 對 我的快樂祕訣 基本上你把五個人當成是一個人 所以就每個人貢獻自己的快樂祕訣 到時候再對種在一起 每個都寫自己的 你要怎麼樣才可以快樂 像我的話就是去吃一頓好吃的 所以拍這個節目就是像這樣子 想記得要歸類嗎 先寫 待會再歸 先寫 然後放放這個 對 一個寫一個 一個想法寫一張便利貼 那一個人可以寫幾個 隨便 不限制不限制 想到就寫 一張寫一個 對 一張寫一個 一個門櫃 好 控制一下 剛才15分鐘 現在再兩分鐘 好了 應該不會皺眉頭的,這才對呀 這個題目應該大家才可以形得出來 還有多久? 1分鐘 好,再三、四秒 好,來,各位,現在時間到了 沒關係,還沒寫完,待會還有時間上可以寫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這些想法去做 先去看一下有沒有重疊的想法 有話先把重疊的想法先拿出來 因為我們剛剛說每個人都自己做自己的難比緊張 所以很有可能會有重複的計較 重複的,對,重複的拿出來不要放在一起 對,這邊一分鐘的時間,讓各位跳出重疊在一起 一定會有重疊在一起 我都不知道,不一樣的時間都可以 對啊! 這邊再重疊在一起 然後這邊再重疊在一起 就不是我們不用重疊了 不是一樣 還是要說 cada一個 這次的產品都要得到 這個,有一個放在一起 來一切吧 然後我們大概三個三個 如果都挑完全部的話,請跟我說一下,那我再回一進完整個 好,再給各位三次數的時間 這組好了嗎? 這組好了嗎? 好,OK,努力,努力,努力,也是快樂的秘訣 好,來看我這邊,當我們透過第一次的腦力激浪想完這些想法之後 也顧慮要重複的地方之後呢,我們接下來要做的部分呢 就是要去把這些點子做歸納,做分類 第一個我們要做的就是物以類聚,把這些點子有類似的地方先把它放在一起 我舉例來講,我想到一個點子叫做香蕉,另外一個點子叫皮 那我覺得這兩個東西有共通的地方,比如說它們可能都是水果的一種 所以我覺得把這兩張便利貼呢,先放在一起 待會的話我們會另外做一些事情,這是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呢,我們就開始去找,當我們把它放在一起之後呢 這兩個到底它的共通點是什麼,什麼東西 那以這個例子來看的話,它共通點就是水果 因為香蕉跟蘋果都是水果的一種 OK,所以我們會把這個共通點是什麼,把它想出來,把它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呢,再用一張細的便利貼,用藍色的便利貼 把它貼在上面,然後把這共通點寫出來 然後把這三個便利貼把它放在一起,這樣OK嗎 OK的話我們給各位一樣,五分鐘的時間做歸納 就是音樂類,音樂類,不換體肌,對不對 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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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 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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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 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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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 對不對 打電動要想嗎?不知道耶 打電動要想的時候不會想 你玩什麼? 打電動要跟標準嗎? 打電動玩色的遊戲跟運動有嗎? 打電動要常常戀愛 可是各位要想一個點喔 因為各位要準備這個東西 我們是要跟大家一起講 所以如果說到時候你想出來的東西是運動 玩遊戲類吧 遊戲很多種 可以先做規納玩之後 再講 運動應該要用運動嗎? 要用運動嗎? 不是不是不是 到底要打電動的關鍵 對啊 打電動是哪一類的? 現在這是打電動的關鍵 你要想說話 對 打電動是哪一類的 要打電動的關鍵 要打電動的關鍵 要交車的關鍵 要交車 沒有很想流汗 OK 要交車是體育類吧 好 那打電動也算體育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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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再給各位一分數 各位喔 我們在做這個步驟的時候 要順便做一件事情 要把剛剛那個想法裡面 你覺得比較不好的想法 要在這個時候先踢掉 對 剛好忘了講這件事情 對 所以如果你的那個 快樂的秘訣有飆車的話 這個部分你就應該是不要放進去才對的 一定要放進去 對 因為你上跟人家做演講的 不可以叫人家做懷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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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想 或是人機場 交流啦 字牌就算是... 就是算是... 魚樂吧 魚樂啦 對啦 魚樂 魚樂跟看書差不多 好 給各位三次秒的時間 球之類啦 球之類 看書是球之類 好 我們總結這一組好了嗎 這塊是球實啊 意見太過溫馨 這也是責任主 這球是責任主 好 來 成就感 成就感 好 我們今天進行下一步 大概如果還沒做完可以繼續做 然後我們把這樣子一個分類揮納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下一個步驟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範例喔 這是我做的 我把一些跟這個相同的東西呢放在一起 這部分呢在談的就是 我在準備這個過程的流程是什麼 然後在這個呢可能談的是 我在用這個方法的好處是什麼 可能就會把它聚集在一起 然後各位要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在我們做這個腦力系統的時候 大家想的是我們要準備演講 所以你剛剛在做討論一集當中 應該把這個演講的開頭跟結尾其實都要想才對 而不是只針對快樂的秘訣是什麼 我不知道剛剛會不會有這樣子一個遺漏 對 我們在做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這種狀況 不過沒關係我們在後面 有一個叫補充論點的那個步驟 就會請大家再把這個步驟回去 好 那接下來第三步驟呢叫做組織架構 意思就是說把分類歸納完的這個歸納訊息 以各位來看的話就是那張藍色的那個 就是歸納過後的訊息 我們把這個藍色那張呢 會依照邏輯順序再重新做排列 那什麼樣邏輯順序呢 按照時間順序 結構順序 或者是重要性的順序 待會我會跟各位做說明 那另外一部分的話 通常我們會運用三個組合 讓聽眾比較容易掌握演講的主要架構 因為大家 當大家在做這樣子一個歸納的時候 那個藍色的那張 其實就是架構裡面的一個重點 OK 所以通常呢 我們歸出三個最主要的架構 會比較恰當 這樣啊 聽眾可以容易記憶跟記憶 三個重點 三個方面 或者是在秒數一個事情的前中後 都是一個三個這樣的一個組合 所以剛剛各位練習的例子 我的快樂的秘訣是什麼 主要有三個方面 三個技巧 或是三個秘訣 OK 那這個部分呢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我們常見的演講的邏輯順序 第一個呢是按照時間的順序 也就是說我現在要準備的這一演講呢 是以說故事為主的演講 所以如果我這樣子一個題材的話 我就應該按照故事發生的前後 來去陳述這個演講的內容 它才是一個符合邏輯的順序 那什麼叫結構順序呢 它在談來就是所謂 我在秒數一個事情的裡面 一個物體的內部中間或者是外面 按照這樣子一個順序去做陳述的話 它也是一個符合結構性的順序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比較常用在所謂的告知式演講 那第三個呢 重要性的順序 它會像剛剛我們很常用的 第一點是什麼 第二點是什麼 第三點是什麼 那這樣子的條列式的 如要符合順序的話 它其實是要把我們認為最重要的 那個觀點也要放在最前面 如果以剛剛各位做的練習來看 我的快樂秘訣是什麼 最重要的 最好的秘訣呢 你要把它放在第一個點 然後其次是什麼 然後最後是什麼 這樣子的話 才是有符合重要性的順序 去做排列的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很常用在所謂的說服式的演講 我要說服你 我的這個快樂秘訣很不錯 希望你可以接受我這個秘訣 OK 所以各位在做後續的演講之後呢 你就要先去考量到 你現在準備要準備的這個演講 型態是屬於什麼型態的 然後再去挑選適當的奏集順序 去做排列 也就是把那個藍色的那幾張 拿出來做排列 然後在排列過程中 你就會發現 如果我要講這些觀點的話 是不是有遺漏的地方 你就會去思考 那我的例子的話 我在做完這四個點之後呢 我就會發現 好像還少了一張 我就把那個主要的論點把它放過去 OK 所以剛剛各位例子來看的話 你可能會貴納成 我的快樂秘訣 第一個是透過運動這方面的方式 或第二個呢 透過心靈層面的提升 第三個方面呢 可能是透過標升 不是標升 就是休閒 對 或者是運動這樣子 剛剛各位聽到一個很妙的觀點 就是談戀愛也算一種運動 對不對 對 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 我覺得是會消耗到一些 消耗熱量 對不對 好 OK 當我們把這個論點重新排列之後呢 論點背後的這些 被我們歸納出來的這些 的便利貼就會跟著它去做移動 也就是說剛剛我們把這三個便利貼 順序做調整之後呢 後面這些便利貼就會跟著去做調整 所以你在移動想法的時候就很方便 很迅速 OK 好 那接下來呢 各位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思考 我們剛剛所揮納出來的這三個點 到底有沒有移動的地方 有沒有開頭有沒有結尾 如果沒有的話就可以趁這個手法下進去 然後這幾章呢 也要和剛剛所提到的那些邏輯順序 重要性的順序或者是時間的順序 或者是結構的順序來做改列 OK 好 這是下一個步驟了 我們接下來 讓各位針對剛剛手上所 排的那幾個點呢 再去思考一下 給各位三分鐘的時間 藍色那幾張 前中後 排前中後 然後看一下 有沒有開頭有沒有結尾 成就應該很重要 看吧 三分鐘應該如何 重要性 這兩分鐘應該還是要怎麼關鍵 嗎 啊 這是很深切 我的快樂祕訣告訴你 然後你一定會快樂 這個環環你一定會快樂 好 那 告訴我知識 我結構是指說 我要談一個物體的時候 我每個東西都要談到 而且按照 內中外 對內中外或外中內 就實際上全部都要談到的 男性是性 對 那就是說 我談的東西可能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東西 就像快樂秘訣這樣子 它其實沒有一個完整的就是說 快樂秘訣一定有包含的東西 所以我們用條列式的方式去表達 但是若是條列式去表達的話 最重要的方法最前面 或是我認為最有效的最好的方法 方法最前面 這個就是我認為的重要性的順序 結構是看我們談的 比如說 我現在要介紹這個硬碟 那我就會從外觀 然後介紹到內在 或是從內在接收到外觀 按照那個一層一次的順序的講 大家才不會比較 或者是我要介紹這個場地 我就會從外在然後慢慢介紹到裡面 或裡面慢慢介紹到外面 對會有邏輯順序的 這樣大家比較容易可以理解 現在我們要做這個的排列 現在我們要做這個的排列 再去做一個排列 再去做一個排列 好 再給各位一分鐘的時間 然後 然後 第二個動作 應該要再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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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排列 對 這個排列 對 那個中間 對 那個中間 對 對 那個中間 所以在這裏 規定每個人都可以靠你 因為那個是少數的 這個排列 這裏 這個排列 這裏 這個排列 這裏 這個排列 好,來,來,各位看我準備 接下來呢,我們要先到下一步驟 還沒還沒做完,沒關係,我們待會還可以讓各位做練習 接下來我們第四步驟呢,就叫做補充潤點 我們就會從組織過後的這個歸納訊息裡面呢,去看說 當我這樣子重新做調整之後,我的內魂的這樣子一個結構到底會不會很奇怪 比如說看我們剛剛看到這一組,它可能有三個主要的秘訣 這個秘訣呢,可能有五張,這個秘訣只有兩張,這個秘訣呢五張 這樣的話就會讓人家聽起來,好像有個地方好像那個觀點很薄弱的樣子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就會去思考,是不是要把這個內文可以再多加補充 或者是其他的這兩個呢,少掉一兩張 這樣子的話,你那個演講的篇幅才不會差很多 OK,這就是我們會在這個,這邊都符合邏輯數據的情況之下呢 再去增加這裡面的內容 那一般我在操作過程中,最常會遇到就是開頭跟結尾的部分呢 那個當下其實沒有想得很清楚,因為你內文沒有清楚的話 你的結尾其實也不夠清楚,因為結尾是要重整前面的內文 OK,所以我在補充論點的時候呢,我就會去想 我的開頭跟我的結尾要放什麼樣的訊息 會在這個時候呢,我會把它放進去 好,那這部分,剛剛大家有練習嗎?應該還沒有練到對不對? 我們給各位一樣三分鐘的時間 把剛剛那些沒有補到的開頭跟結尾 還有內文的地方先去做加強 一個人直接這樣做 一個人直接這樣做 這個原本就是一個人做的 好,好,好,好 好,好,好 這個在平常是用國度去一個人做的,這一個人就可以做了 只是因為今天那麼多人,所以我讓大家用團體的方式做練習 那我們要怎麼開頭呢? 我們開始 基本上,關鍵的訊息都有 只是把這個字最後變成一句話 所以我們要怎麼說 我們還有一些,今天要怎麼做 你沒有補到的在怎麼樣 你沒有補到的 比如有這次 我把它拿標假的 一邊可以用三千多的 你要來對我 很開心 今天我要去想一下 今天我要來想一下 Gulfioni 這個是大港的道 就是最多想出來的 把這錶子拿來做 其實當年 就是 不必的教材 然後 這樣子 然後這應該是講其他 所以看到我的時候 就很快樂 然後再比照進來 拿到一半 到幾個時候 就很快樂 就很快樂 好 再給各位一分鐘的時間 我們可以讓我們 從這個一個 要把三個東西 就是說 我認為可以提到 對 這才 有一個三個 在講師 在 在 對 所以 你應該聽說話 讓你這個正面的方式 去尋找它 你也能夠 讓你這個可惜 我們就可以做 最重要的 要快樂也要正面 才是真快樂 就是這樣解決 不知道 不然有可能會 負面的方法 我還沒看到 那些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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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會 人家 但 不然 沒有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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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接下來我們來進行最後一個步驟 最後一個步驟我們叫做論事轉化 基本上有兩塊 一塊就是把現有的架構再重新論事 這個時候論事的部分就是去看 整篇文章的起承轉和那些地方去做加強 另外一部分要去思考每一張便利貼中間的連接點 因為我們剛剛只是把跟這個架構 跟這個有關的這些黃色便利貼把它放在一起 那接下來的話你要做的是這些黃色便利貼 也要符合那個順序 你要講的順序去重新做改變 這個是我們在第五部分的時候 會先做的第一個論事的動作 做完之後整體的架構就會比較完整 完整之後我們才會做最後一個動作 把這樣的一個架構轉變成文章 或者是轉變成簡報 OK 比如說我單單這一張掌握全貌 我如果要把它轉變成文字的話 我當初的意思就是 必用便利貼準備演講 其中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掌握整個演講的架構 跟內容的全貌 這個是我針對這一張我要表達的意思 所以我就會把這個便利貼呢 這個文字把它寫出來 如果我是要變成竹字稿的話 那如果不是的話我要變成簡報的話 我就會去思考 我的這個掌握全貌的背後 我要用什麼樣子的簡報去表達 一個地球用手來握著 所以就是掌握這整個地球的這個全貌 然後那個概念異象圖就會出來 所以你就可以針對這個簡報 逐一的去做轉換 看你要轉成什麼樣子的形態 那轉完之後呢 其實我們的演講的內容跟架構大部分都完成了 只不過在做這樣子一個轉換之前呢 我通常會做一件事情 也就是所謂的Pose Pose意思是指說 當我把整個架構都做完之後呢 我會貼在牆壁上對不對 那我可能會過一兩天之後 再去看 或者是不經意的走過 你就會看一下 因為這個架構有什麼想法 需要補充的 你就會補充上去 對 或者是刪除都有可能 那過一段時間 到你準備真正要去演講的時候呢 你再去做最後一步轉化的工作 因為那時候中間已經過了好幾天 沉澱的這樣一個事情 那你的思維可能就會變得更加的豐富 或者說你會覺得 欸 當初的架構好像有什麼地方 需要做加強的 你就會可以趁這個時候去做加強 OK 好 欸 哇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最後一張 按照 好 我按照了 沒關係 好 最後的結論就是說 第一個我覺得架構的方法 其實是還蠻不錯的方法 供給各位做參考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大家要記得 這個準備步驟的口訣是什麼 大家要記得嗎 當歸加蔥花 對 當歸加蔥花 當是什麼 對 當歸加蔥珠花 導義幾 contradiction 歸呢 雷籟歸那 家呢 家呢 家臥 蔥呢 fossils 蔥 adjacent 花呢 探視轉化 今天的這個演講iu 我就準備到這邊 當歸加蔥發 謝謝大家 好